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前些年呢,年轻人一到了年龄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或者结婚了有一段时间不是要孩子 这个时候啊,你就会面临一个特别艰难的问题 什么呢?催婚,催松 你的父母和你的长辈啊,除非你不回家 除非你不参加一些家庭聚会啊 不然你就会发现啊 只要你坐在那里,那么你就是焦点 你就是众师之地,所有的话题都会转移到你身上啊 父母如此你隐了,可是家庭的一些长辈啊 哎呀,有的时候是真隐不了啊 什么七大姑八大爷一样 在父母的从勇之下轮番上阵啊 不停的轰啊你啊 哎呀,那个难受啊 这个时候很多年轻人就觉得 什么逢年过节啊,如果回家啊 或者是说和亲戚长辈聚会啊 哎呀,那就像杜姐一样啊 真的是难以忍受 所以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躲避这种场合 是吧,很多人都都感叹 太难了,面对这个事情 可是朋友们再看一看 近两三年哦 这种现象好像越来越少了 啊,年轻人也会感觉到变化了 为什么呢 好像现在这些父母啊 更透彻了 想的更通透了 那顺其自言就好 你要结婚 父母们挺高兴 该拿钱,该拿钱,该开心,该心哦 你不结婚也随你 爱结不结 你要孩子挺好 不要孩子也可以随你 哎,你说为啥呢 为啥现在的父母想的这么开呢 原因在哪呢 我给你聊聊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 现在啊 做父母的孩子要结婚 这不是年轻人 父母都也挺年轻的 父母什么 父母都是七零后 或者是六名六零末的这些父母了 这些人呢 他们几乎啊 不那么迷茫了 这些人本身对待什么 传宗接代呀 什么一些传统思想啊 就比较淡化了 其实本身他们可能就不认同这些事情啊 什么成家立业 多子多福啊 现在很多七零后的父母 根本也不觉得这算什么事 所以对原来的传统观念不当回事 也不会被传统专家束缚 那么他们就会比较开通的看待这件事情 你看看是不是啊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得说这些七零后啊 包括六零末的这些父母的婚姻状况了 实话说 这代人啊 应该是最开始婚姻状况不稳定的一代人 为什么 社会啊 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高速发展金钱啊利益啊 各个方面啊 使人性开始变化了 所以这代人在这个环境当中 离婚率是最高的 从这代人开始 开始离婚率最高的 以前哪有那么多离婚率啊 朋友看 嫁给谁了 结婚了 那就是一辈子事啊 所以离婚是从这代人开始的 就算没有离婚的 很多人对自己的婚姻现状并不满意 他们其实也不过是因为各种原因 勉强维持这段婚姻罢了 最重要的是这代人还没有完全老去 岁数还没有特别大 所以对夫妻的感情还没有变化到一个老年相伴的状态 这代人到现在为止五十多岁了 五十来岁了 其实正是婚姻不太满意的时候 谁对谁也并不是很满意 所以你看看 他们对婚姻都是如此的情况 那么他们怎么会逼儿女婚姻呢 他们觉得哎呀 婚姻就那么回事 哎呀 结不结婚无所谓 结婚了咋呢 像我结婚了啊 一辈子生活在这样啊 烦死他了啊 他们到婚姻 他们本身觉得婚姻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这代人你去问 就是子女问他们 你要我结婚 你觉得婚姻好在哪呀 这代人都说不上来 他怎么还会去逼着孩子去结婚呢 所以这代人去逼孩子结婚的就很少了 你看看是不是一个原因啊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 这代人也看到了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啊 和七零后都比不了 真的 现在年轻人结婚纯粹就像过夹诈 什么叫过夹诈 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啊 男孩女孩 哎咱们你当妈妈 你当爸爸 把你当孩子过个夹诈啊 过一个小时 晚上父母一喊 吃饭啦 走了 拜拜 家就散了 现在年轻人结婚就像过夹诈啊 很容易就散了啊 过去说七零后结婚 就是离婚率比较高一些 但是那都是有实质原因的啊 都是某个原因造成的 可是现在年轻人结婚离婚 真的 不管不顾 没有那么多原因 说离就离了 你想一想 现在父母也看了 我付出那么多钱 付出那么多精力 付出了那费能额那么大 那心啊 你要结婚了 大理了 那我图啥呢 对不对 那不整的一地鸡毛吗 所以算了 我也不考虑那么多了 你要能找到合适的 你们两个能般配的 能够在一起的 那当然也好 如果找不到 可别给你强塞一个 强塞一个 到时候你日子过得不好啊 一地鸡毛 不但你过得不幸福 还怨了我身上了 算了算了 可不扯这个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对那些 不要孩子的年轻人 我们这代父母养孩子 真的是太辛苦了 和上一代父母 完全不一样 上一代父母养孩子 基本上都是放养 我们这代父母 为孩子 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 既然付出了这么多 那么心力交税 自己多到多难 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 有金钱啊 经历啊 感情啊 各个方面付出了多少啊 那么我们每一个 做父母的 都心疼自己的孩子 看看自己 再看看自己的孩子 很多父母 其实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再受这样的委屈了 再受这样的煎熬了 太不容易了 所以说仔细想一想 要不要孩子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的人生 你自己选择 你愿意要 你愿意过这样的人生 我不反对 但是不愿意要 你想过自己的快活人生 想要自己的人生 活得开心一点 我们也不反对 随你吧 现在的家长 对子女更什么了吗 更理解了一些 他们并不是我们的 扶属 对吧 他们的生活有 他们自己去决定 他们怎么决定 我们都支持 现在 这些父母 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 当然不去 吹孩子结婚生子了 愿意结 你就结 不愿意结 你就不结 随你们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神 向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